小姐, 我一生不讓你進宋寨 不用怕, 進去一會兒, 快出來了 走吧 你看你的樣子, 老虎都掉頭走了 小心點, 爹 對了, 你知不知道 爸爸在城寨有多少間賭坊? 我一生不想你知道這麼多 你知道什麼是朋友嗎? 朋友就是朋友 就是一起經歷生死 有事又會互相幫忙那一隻 就像你和我那樣 明白 既然是朋友, 告訴我… 來 城寨黃島讀分得很清楚 所有賭坊都在柯山開 大的賭坊就由我們自己人來處理 有三間 小的賭坊都在橫孔裡面 數也數不清 他們會定時交給我們 每個月就賺很多錢, 有多少? 總之不少 那最賺錢的那間賭坊在哪裡? 就在這裡 一場來到, 見識一下 喂 小哥, 走開 去吧 富哥 這位大小姐 大小姐 怎麼玩的? 很簡單 林毫華的適中開了出來 十點以上的就是大 十點以下的就是小 很簡單 小姐, 我明白, 我來 這次特別一點, 三點以上都是大 有買搭手了, 儘管買 相信我, 我是柯萬祥的女兒 幹嘛停手了?快點買吧 我也不知道你是真還是假 就是, 我們都沒見過柯萬祥的女兒 你說是就對了 就是了 你平時怎麼叫我? 小姐, 別玩了, 到場地做生意 大名鼎鼎龍城虎叫我做小姐 還不相信安萬祥的女兒?快點買 買大人… 買好了, 離開 大人… 小姐 大人… 小姐, 夠了 我還沒玩 我還沒玩, 我去英國也玩過有一點 派牌吧, 我認識的, 我做妝 快點 要 這一局就改規矩 我是莊家, 我多少點都要 要多少個都行, 快點給 你這麼慢的 這裡, 爆球, 賠錢 賠錢… 小姐, 這裡依然還沒教你吃 我將它去那家壞餐廳吃, 好嗎? 不, 我就是要嘗嘗大排檔的鑊氣 誰是大燈? 你妹妹, 你有什麼? 我是柯萬祥的女兒 我來收你的帳 收我的帳? 我嗎? 柯萬祥的女兒? 柯萬祥的我認識 我有欠個錢嗎? 有嗎? 沒有嗎? 美妹, 你也很沙坡 夠膽我帶著地盤來玩玩? 我玩的就玩玩了 柯萬祥的女兒, 我玩不起你嗎? 你們兩個玩什麼? 你動吧 還說?走吧 大燈, 你小心 你今天家裡一定是火燭 是馬祿給你車子 小姐, 這樣會打架的 我就是要你們打架 大燈大監, 你的兒子很便宜 一塊豆瓶就買到 因為他是便宜仔 什麼?動他 小姐 小姐 騙我 我叫你幹什麼? 看著小姐嘛 你還被他搞這麼大的事出來? 也與你無關, 你罰他嘛 爸爸, 一人做事, 一人當 是我說要收大燈的帳 大燈什麼時候欠我的錢? 我的帳簿明明寫著大燈七百 他欠我們大奶奶七百塊 是大燈賣了批貨給我 我欠他七百塊錢 是這樣嗎? 不就當我欺負他吧 我立心要做黑社會 我當然要懂怎樣欺負人 你說什麼? 誰叫你去做黑社會? 你不是在混合黑嗎? 你又只有我一個女兒 這麼大盤生意 將來還是要交給我去打理 我現在打算先實習一下 我想過了, 既然要撈黑 照做最大的那個 你現在起碼是一個賭王 我繼承你之後, 我要比你勁勁 我要做一個獨校, 任王 這樣才不會被人欺負, 不會被人抓 你跟他收賊 你搞這麼多事情出來 無非是想逼我妹妹再搞賭 是, 如果你不搞賭的話 這間屋一定會扶持女校 不然我就繼續搞屋蔽 小姐 別再惹我學生了 你聽著, 明天我會繼續到處去 勒興其他大佬 捨得的話, 打批我 小姐 這個拳佬真是髒髒的 真是髒髒 我的眼睛又不一樣 這拳佬呢, 乾淨整齊 連一股味都清新一點 真是壞了 買一雙鞋子又不告訴我 還有什麼時候才會說呢 這拳佬呢, 真是髒髒, 下次買鞋子 問過我大小才買嘛 不過不要緊了, 也適合我心髒 我又是逼一點的 不要緊了, 最重要是你有心 你又要吃吧 這麼好, 送這個雞吃 哪個生日 沒有人生日, 是牙佬說要加菜 很棒,很棒 幹什麼?在街上賺錢嗎? 你怎麼賣? 不是,想謝謝大家 還有,買了東西送給大家 這麼好?禮物也有 士偷,你怎麼脫鞋子? 你吃飯,但你腳出來幹什麼? 很臭 Biel,你脫鞋子脫得正確 聽到嗎?老闆說正確 我看你的腳關了一顆雞眼 故意買了雞眼膏給你 好 謝謝雞眼膏 我看雞眼膏 冷靜一點 你們一瓶鐵打走,聰明你們的 謝謝雞老 果然夠兄弟 還有 小心 風哥哥昨天看到你的畫寶畫得滿了 現在買個新的給你 快點謝謝風哥哥 謝謝風哥哥 阿筆嫂,我不送東西給你了 待會兒阿筆吃醋,多吃一塊雞 阿筆 牙佬不用這麼客氣了 人人有份,起筷吧,很肚餓 來… 你真的沒東西送給我了? 你剛剛才要完結,又要… 關你什麼事? 你現在看的是 TVB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別忘了,我們會再次整理一下 我們會不會 Xbox One 跟你們… 真的沒有問題